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街道上与自己遥遥相望的美丽女人 这些片段都如此真实 仿若她的记忆一般 杰克一直为此而困惑 只是现在早已是2077年 半个世纪前 外星人就突然降临摧毁了月球 让人类的家园陷入了一片混乱 地震海啸也接踵而至 之后外星人便开始了入侵 人类别无选择 只能动用核武器与外星人开战 最终人类获得了胜利 但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星球 核污染让所有人不得不移居到土味六上 作为指挥中心 也作为临时的安置点 人类制造了三角形空间站泰特来中转幸存的人类 而在移民成功之前 杰克与她的搭档小美要留下来保护水电平台 这是一种利用海水进行核聚变 并为人类的新居提供能源的精密设备 而残余的外星人军队却一直想要破坏它 他们经常在夜间偷袭守护水电平台的无人机 于是作为机械师的杰克就要对那些损坏的无人机进行维修 小美则在摩天塔上全面监控着杰克的行动 杰克很快就修好了被取走燃料电池的无人机 无人机也重新投入工作并飞向了水电平台 而杰克在回到摩天塔后 便将自己好不容易寻货的鲜花送给了小美 却没想到对方紧张兮兮地直接把花扔下了摩天塔 因为小美怕地表上的东西还有着污染 他们再过两周就要前往土味六 小美不想在任务的尾声出任何差错 第二天一早 两人突然被外面发生的巨像吵醒 杰克立即驾驶飞行器赶赴现场 并很快发现水电平台已经被彻底摧毁 他判断可能是外星人将燃料电池武器化后 偷偷放入了反应堆中 造成了水电平台的爆炸 于是泰特下令彻查此事 而这时 杰克突然接收到了一个陌生信号 为了查清真相 他又找到了信号发射装置 小美通过分析发现 这是一个归航坐标 它是在引导飞船降落地面 于是杰克马上切断了信号源 并驾驶飞行器 绕着辐射区边缘进行了一次巡航 随后 杰克便关闭了通讯 来到了一处远离核辐射的室外桃源 这里有他之前建造的小屋 同时也是杰克心灵的港湾 与急着离开地球前往土威溜的小美不同 杰克则十分留恋这个人类曾经的家园 虽然五年前他就被消除了记忆 但他依然对地球充满了不舍 而就在他享受片刻的宁静时 天空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一艘飞船从天而降 坠落到了不远处 多个人类的休眠舱 而其中就有他魂牵梦绕的女人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搞清楚 这些有着人类的休眠舱 便被赶来的无人机摧毁 幸好杰克用自己机械师的身份 保护了沉睡中的女人 才让他逃过了一劫 随后 杰克便把休眠舱带回了摩天塔 女人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两人也得知他叫朱莉 接着 杰克告诉朱莉 他已经在休眠舱中沉睡了60多年 并向他解释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 但朱莉看着在他面前牵手的两人 却苦笑了起来 然后便离开了 而此时 杰克也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为什么无人机会射杀人类 梦中的女人怎么突然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这让她与同样有着疑问的朱莉走到了一起 他们很快就背着小美来到了飞船的坠落点 希望通过飞行记录仪找出事情的真相 但就在他们成功找到记录仪时 外星人却突然出现并打晕了杰克 当杰克清醒后 他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 而袭击他的根本不是外星人 而是人类 他们的领袖比奇还告诉杰克 之所以他们看起来像外星人 是因为他们穿着能躲避无人机的盔甲 其实无人机猎杀的一直都是人类 而且昨晚的水电平台 就是他们利用燃料电池炸毁的 也是他们发射信号 引导飞船坠落到了地面 因为他们需要飞船上面的小型反应堆 原来这些人类一直把泰特当作自己的敌人 并准备让能控制无人机的杰克 将他们制造的核弹送入泰特 但这很快就遭到了杰克的拒绝 于是比其让杰克与朱莉 前往所谓的核污染区 希望他们能自己找到真相 而杰克则带着朱莉来到了信号塔 并联络上了小美 小美也立即派出飞行器前来接应 但就在信号塔下 朱莉却告诉杰克 几十年前 人类在深空中发现了一个外星物体 于是他们一起奉命前去调查 而那个物体就是杰克口中的泰特 这样的事实让杰克无法接受 朱莉则讲述了更多的片段 最终杰克被抹除的记忆开始显现 她记起了朱莉就是自己妻子的事实 记起了两人曾在帝国大厦 园定终身时的喜悦 但这时飞行器突然出现 小美也看到了杰克与朱莉相拥的画面 这让小美伤透了心 而在得知朱莉就是杰克的妻子后 小美更是泪流满面 接着她便向泰特汇报了杰克带回幸存者的事实 但泰特却立刻启动了维修室中的无人机 小美转眼就被杀死 杰克也陷入了危险之中 关键时刻朱莉成功利用飞行器上的武器 干掉了无人机 接着泰特又向杰克传来了邀请 希望他带着幸存者前往泰特 但杰克却驾驶飞行器迅速离开 这样的举动很快就引来了三架无人机 好在杰克利用自己对地形的了解 成功击毁了其中的两架 但他却没能躲过第三架无人机的自杀式袭击 最终飞行器坠毁在了所谓的辐射区 而当杰克爬上山坡查看坠落的无人机时 他看到又有一架飞行器降落在这里 来人正准备修复损坏的无人机 于是杰克冲上去阻止 却发现对方竟然与自己一模一样 而这时朱莉突然出现 杰克趁机与对方搏斗起来 并最终勒晕了他 但就在杰克拔下了无人机的电池后 他却发现 朱莉在刚才两人的搏斗中被枪击中 如果想要救下朱莉 杰克就必须获取医疗设备 而杰克在看到飞行器上的数字后 也瞬间明白 自己就是一个克隆人 所谓的辐射区 只是泰特避免克隆·杰克 互相见面的骗局 于是他将52号杰克绑了起来 然后伪装成52号杰克 来到了52号摩天塔 并在那里拿到了医疗设备 但就在离开前 他却见到了52号小美 只是这个小美依然拒绝了 他去地表的邀请 杰克只能失望地离开 很快 杰克就利用医疗设备 帮朱莉修复了伤口 并将他带到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杰克失望地告诉朱莉 自己也只不过是49号克隆产品 他的一切感受都来自杰克残存的记忆 而朱莉却告诉杰克 尽管他只是一个克隆人 但他的记忆却是真的 杰克曾经就承诺过 会为自己也建造一座这样的湖边小屋 接着朱莉吻向了杰克 两人在当晚便放飞了自我 第二天 杰克便带着朱莉回到了比奇所在的营地 他要帮助人类重新获得胜利 而比奇也告诉杰克 当初泰特摧毁月球引发灾难之后 成千上万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克隆杰克 便被送往地球大肆图路幸存的人类 然后泰特又利用水电平台 榨干地球上的海水 为他们自己的星球提供能源 而杰克挡在无人机前救下朱莉的刹那 比奇似乎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让杰克去发现真相 而杰克也没让比奇失望 他很快就修好了无人机 并为装载着核单的无人机 设定好了前往泰特的路线 但这时三架无人机突然出现 开始在人类的营地里大肆图路 虽然无人机很快就被众人联手摧毁 但人类避难的营地却化为了一片火海 装着核弹的无人机也在战斗中被打坏 而这时朱莉提议将计就计 让杰克带着他前往泰特 杰克没有拒绝 只是看着朱莉在休眠舱中陷入了沉睡 接着杰克便带着休眠舱驾驶飞行器前往泰特 接着朱莉找到的飞行记录仪 杰克得知了当时飞船上发生的一切 原来飞船当年在到达泰特时 杰克与小美被先行唤醒 但飞船很快就被吸向了泰特 于是在危险到来之前 杰克让小美进入休眠舱 但一直暗恋杰克的小美却拒绝离开 他要与杰克一起面对危险 于是杰克弹出了返回舱 让他带着休眠舱中的宇航员回归地球运行的轨道 而杰克与小美则随着指挥舱一起被吸入了泰特之中 飞行记录仪播放完毕 杰克也再度来到了泰特的大门前 在通过盘问后 杰克的飞行器被带到了泰特内部 杰克也看到了培养敏中数量惊人的克隆人 这里有杰克也有小美 接着飞行器成功降落 杰克推出了休眠舱 但这里躺着的却是比奇 明白受到欺骗的泰特叫来了无人机 杰克与比奇则立刻启动了核弹 巨大的能量瞬间吞噬了泰特 人类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而此时朱莉也从休眠舱中醒来 她这才发现 自己被送到了49号杰克建造的小屋前 看着天空中的泰特如烟花般散落四处 朱莉瞬间明白了一切 三年后 朱莉正在小屋前劳作 她与49号杰克的女儿也在旁边玩耍着 而这时 52号杰克却带着一群幸存的人类找到了小屋 她经过三年的苦苦搜寻 终于找到了朱莉 终于找到了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